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古邦 2021年9月9号中午收盘了 上午走的上证指数和创业板又开始出现了分化 你看,上证指数早盘是低开低走 而创业板在这还挺坚挺 可是随着到了10点钟开始 创业板一路下滑 而上证指数却一路上涨 那么到底都是哪些东西在涨呢? 我们看一眼北上资金 北上资金上午净流入是7个亿 昨天北上资金结束了12天连续型的净流入 12天连续净流入可流入了不少 那今天呢,虽然只流入7个亿 但毕竟昨天是流出的 昨天流出了16个亿 那今天净流入这7个亿呢 大家原以为说这流入7个亿 那应该啥也不是 可是流入7个亿 我们能看到啊 像毛指数的龙头 还有凝指数的龙头呢 在这块呢,跌的都不多 今天上午以毛指数和凝指数为代表的一部分个股呢 出现了一个下跌 同时,这个指数上也拖累了今天 就是虽然说上午的时候收红了 但也很艰难啊 可是今天另一部分我们得看得到 今天呢,是2000这儿写的呢 2500多只下跌 只有1800只上涨 上午大盘成交的是8800亿啊 那今天看起来突破万亿 又没有悬念 那就是连续37个交易日 连续37个交易日 成交量破万亿 有人说,说现在成交量破万亿 还紧张吗 还认为很新鲜吗 当然新鲜了 你想想,光是厂内资金进行博弈的话 到底谁来交易 这个是我们很关注的 现在高层不也讲了吗 说现在很多资金在空转 是不是空转的另一面 我们看到就是叫量化交易的 啥是量化交易啊 就是有一些 现在看到啊,就大资金们 大资金现在已经不是在 什么投资了 现在都已经是在炒股阶段 就是有一些个股很明显的看到 大资金一进来之后呢 就涨个十个八个点 然后立刻就回调 这个就是叫量化交易 人家呢,出现一定的买卖信号呢 就不用人来交易 机器嘛,叫量化交易 所以在这儿是不是资金在空转 咱们关注的是这个 假如现在成交量每天破万亿 是资金在这儿做量化交易的话 那么我们可得多一个心眼 就是在这儿呢,仓位不能过重 因为它跟每年的这种就是性质不一样 今年以来啊,我们向前一看 回头一瞧,事物就怕两头分析嘛 当你摆自己的那种躁动放下 回过头来一看的时候 股市已经涨了两年半了 瞧一瞧 现在放到下面看 是不是拉直了看很长时间了 如果再看前面这一波就不一定了啊 咱就说这一波起来都已经很长时间了 到现在这儿为止 你瞧瞧,被光标放到这儿 时间性就能看得到了 到现在是两年半都多了 那这两年半的行情 到底哪些东西已经获利盆满钵满 或者是资金都已经腾挪好几次 按照每半年一个周期这么看 半年报吗?很重要 每半年一个周期的话 现在都已经资金呢都周转了五次了 那好,我们还回到今天的盘面上看啊 盘面上,北上资金虽然只流进了七个亿 不多,但是撬动作用却不少 所以撬动起来呢 像一些个酒啊 今天跌的并不多 而且呢,以毛指数为代表的呢 跌的也不多 可是这里面,这些资金 咱们进的呢 另一面我们看一看到底还有啥呢 从这个板块看 中字头 今天就是中字头 它们表现不错 瞧一瞧 中字头和上阵指数是不是走的合起相似啊 看看 中字头低开 然后呢盘整 上阵指数也是 低开低走盘整 然后中字头上涨 上阵指数上涨 放大了一看就是这么回事 可是中字头上涨 还有这种低开盘整 和这个板块 大家瞧瞧 如果摆这两个指数 螺到一块的话 这是创业板吗 创业板 低开高走 然后呢盘整向下 这呢是低开低走 盘整向上 不正好形成了一个剪刀叉吗 那这个里面能看出来 就是中字头为代表的 现在和创业板 正好是走出一个翘翘板 由于这个翘翘板的分化 那么上阵指数也好 还是这个创业板 正好也就出现了一个格局上的分化 这个呢我们就不奇怪了 所以当看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呢 就是特别有趣了 你看 长得多的 中身滑都快涨停了 还有呢 这个家伙都已经涨多少了 宝钢都已经涨七个多点了 那我们回到热点上 一瞧也看得很清晰 你看煤炭钢铁有色 看煤炭钢铁有色 这个是我给大家梳理出来的 基金类的啊 有网友说 能不能叨咕叨咕基金 行啊 这不都是基金吗 正常买基金 就照着这个代码买就可以 跟买股票是一样的 而且基金这个门槛很低 好 就说的一嘴啊 那么看一看这方面 今天上涨的热点呢 煤炭 石油 川博 供气 建筑 钢铁有色 水物 化工 等等 少了哪个呀 少了哪个 少了电力 因为这两天电力呢 是沾电就涨 可是今天看一看 电力呢 却跑到跌幅瓦来了 而且呢 券商啊 军工啊 在这呢 也是在跌幅瓦 但不管怎么讲 现在大盘上证指数呢 是在这横住了 以上证指数在这横住来看 我们再给它打到日线图上 瞧瞧 日线图嘛 当时我给大家画了一个图啊 现在引入一个工具 就是在这个位置呢 很有可能有几种走势 第一种走势 是这样的走 就跟现在似的 画了一个说向下的箭头 然后横着走 然后上去 就这样 还有一种走势 是这样走 在这呢 打得快一点 然后直接上去 当时我们说 就是这种走势呢 就是一下看 然后上去呢 这种概率不大 还有一种走势呢 说单边向阳给这 我说这种概率 基本上就没有啊 那么 我们给这块 总得有个结论呢 大盘昨天在收出一颗 红色的十字星 实际这个十字星呢 收出的很坚决 就证明大盘在这个位置呢 还是要等一等 等什么呢 等等这些均价线 如果大家看出了啊 看这均线粘合之后 出现快速上涨 并且这个地方 是一个旗涨信号 这个地方是哪一天呢 就是上个月的 第三个星期五嘛 也就是 五指交货日 割酒菜这一天 摆着老百姓割了 但割的时候呢 马上人家还给你 一个巨大的利润空间 只是说有一些人 那个抓到了 而有一些人没抓到 但这个不要紧呢 这个在未来的时候 你看 现在的话 也是胆大的吃肉行情啊 那么不管怎么讲 我们现在抛开它不说啊 回头看的时候呢 不要看人家 隔壁老王一赚钱 咱新养 也不要看呢 说今天哪个个股呢 长得多了 咱们就心慌 昨天热门股 咱再回到昨天热门股上看 昨天热门股呢 从概念上瞧 就是元宇宙 可是元宇宙 昨天之后 一日游啊 这个东西很 看见没 很多人都说 说这个一日游 可太坑人了 是啊 麻的不叫麻的 那叫坑人 很多人 就一股脑子 都开始加仓元宇宙 元宇宙 昨天我们讲到 它一共 你看看 今天呢 又加了两个标的 在今天早间 上午的时候 还是12只个股呢 昨天咱们说了 一共是 元宇宙个股是12只 其中有6只涨停板 里面有4只是20厘米涨停 还有呢 一共 就是咱这个元宇宙 12只个股里 最少的一只 也涨的是5.71级 就5个多点 那相当于元宇宙 集体的爆发 今天元宇宙呢 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落 看 昨天呢 虽然说涨幅榜的不少 但今天呢 元宇宙咱们瞧瞧 14只个股 其中 已经跌幅啊 超过10%的 现在就4只了 这个元宇宙呢 新加入哪几个了 我还得一会儿对比一下 不过 元宇宙呢 咱们这也过去 有12只标的啊 都已经在这里存着呢 但它为什么又加入了呢 很简单的 就是来蹭热点嘛 就像今天早上 咱们在早卧报的时候 说到两个东西 其中的一个呢 就是中青宝 当然呢 汤姆猫也有啊 中青宝当时呢 国家是 向汤姆猫提出了一个问询函 交易所嘛 让他澄清 他到底那个关联交易 或者是说 他到底有哪些个 是关于是这些个 元宇宙概念的 而且呢 让他把这个业绩啊 还有说一些东西 实际的爆上来 别跑这来 像蹭热点似的 怀疑他有可能是什么呢 是要大股东减持 他给这蹭热点之后呢 怕他给这出现大股东减持 这个都已经做出一个风险提示了 所以说 像这个元宇宙今天集体下跌呢 是有道理的 因为不管哪一个 如果今天他们再出现上涨的话 肯定会出现又一个问询函 你看 所以今天呢 除了这三只之外啊 顺网啊 汤姆猫 还有中青宝 除了三只之外 最少的一个还跌了五个多点 昨天有很多人要是追 追进元宇宙的话 正好是左右埃尔光 而昨天 咱们跟大家也说了 为什么我不去追呢 今天我要分享的 这个是重点 不是说的 咱们不想吃这个肉 在一直以来 就是最近一个阶段 咱们的观点是呢 胆大的就吃肉 而现在你看 既然热点 元宇宙已经出来了 那为什么我们不胆大一点呢 你看元宇宙相关的呢 像一些个什么虚拟现实啊 还有增强现实啊 3D啊 等等这些东西 他们是合在一起 算是元宇宙 那么既然元宇宙出了 那为什么昨天出现暴涨 或者是出现上涨的时候 我们不介入呢 这个逻辑呢 我再跟大家梳理一下啊 好多人都说 就帮主会说说 现在已经介入的 套住了怎么办呢 我现在是没有 我现在不是七层的空仓位吗 现在就是每次 因为在混沌的时候 会不停地出现这些个 阿猫阿狗 也就是不管知道是真的假的 不管它是什么 总之就是真假难辨啊 往处推这些个概念 昨天我跟大家也讲了几个道理 第一个道理呢 现在概念满天飞 就像不要钱似的 过去呢 是出现了热点 或者出现了消息 见光死 而现在呢 是立即股下就出现了兑现 也就是说向上快速上涨 可是上涨之后 就像今天这样 集体又杀跌的 最近啊 这种走势呢 还不多 但是这个呢 是监管出来直接干预 那咱们呢 也只能再看一看 我跟大家强调的道理 就是一定要放过头厌 然后呢 我们跟着暗眼看 意思就是 出现快速上涨的时候呢 不要看 假如说 以这个为道理啊 我借助一个画笔 假如这个东西 现在出现快速上涨 咱们可以摆着一波放掉 因为它出现快速上涨的时候呢 往往是突破一个颈线 就这个位置 假如是一个颈线 那么 这个位置出现颈线之后 突破颈线之后 我们这一段不要 怎么办呢 是这个样 我们的操作方案呢 一般等它回调下来 回调下来之后呢 再次上涨的时候 那么 这一段的空间并不大 就是 给大家带来这个笔啊 就是这一段空间并不大 那么怎么办 就在这一段上涨的时候 就在这一个期间段 我们能看得到 在这里面 它会出现一个 非常有趣的变化 就这一小图里面 这个里面 到底谁快速上涨 那么 这个里面将来 谁快速上涨 就是这个 不管谁快速上涨 而且最先上涨的 它才是 真正的龙头 所以呢 在这儿 我们昨天根本就 没要这一个 就是快速拉升 躲过了这些个 你看 最小跌幅的呢 是五个点以上 那呢 里面 昨天涨了那么多 而且很多人是追高 那么今天反扣 明天是啥样 不知道 一日游的行情 实际就这样的 有点坑人 那好 那我们把这个热点 这块呢 先不说它了 昨天其他的热点呢 你像一些个 风光无限的东西 今天呢 以光为代表的呢 好像是下跌的 也挺快 是吧 但不管怎么说 今天可喜的呢 是 另一部分 就是资源类的 而且呢 是顺周期类的 它们出现了 这么一个样的强势 煤炭呀 钢铁呀 有色呀 尤其是 就是以燃料为主的 那么大家在这儿 昨天我们还有一个热点 就是 绿电嘛 就是绿色 绿色的这种 储电呢 还有电力供应啊 等等 这个概念呢 它是一个双碳 也就是 碳中和碳达峰 这个概念 那么这个是一个 长期未来 也就是一直得到 2030年的 这是一个总体规划呀 这可不小 可以说 这是未来一个主线 那么在双碳 绿电这种情况下 今天绿电 那走到哪去了呢 我们瞧一瞧 今天这个呢 像电力板块 这部电力板块 像核电呢 等等 有一些个东西呢 像水电呢 还在动 可是 今天电力板块 51只个股啊 51只电力板块 这个里面 有很多的 还在下跌呢 它真正上涨的呢 都跟什么 广和呀 电呢 等等这些东西 或者大的 什么水电呢 即改 跟这些东西有关 那么 现在我们梳理一下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总结一下啊 在北上资金 今天上午又归 回归到净流路 七个亿 同时呢 这个毛指数 为代表的 像一些个 酒啊 药啊 今天跌幅的呢 并不大 但是有一些个 凝指数呢 在这儿 像一些个 什么光啊 电啊 这些东西 他们风啊 就这些东西 他们今天出现了 一定的震荡 同时 今天涨的最利索的 也就是 顺周期类的 大燃料类的 像煤炭钢铁有色 尤其是像什么 石油石化 石油石化是啥呀 像今天上涨多的 就是可燃兵类的 为什么呢 这些都属于 清洁能源类呀 跟大家 现在都已经 看 这样吗 一些个清洁能源类的 今天上午 涨的最多的呢 就像什么 可燃兵这一带 可燃兵一延气 油气改革 等等 就这些东西 他们就取代了 绿色 电力里的 一些个风啊 电的那个 他们的势头 也就是 总得轮着涨 那么现在 总结了 现在我们就有一个道理 就是轮涨格局 我们在今天早间 还有昨天晚上 收盘的时候呢 跟大家强的是一个道理 说热点呢 是有周期轮动 这个特点 我们按照热点 是有周期轮动 这个原则呢 我们进行 捕捉一些个强势的 或者是说 我们能够捕捉到的 这样的 一个获利空间 你比方说 刚才我给大家 画的那个图 就是第一波上涨呢 我们甚至可以不要 就是第一波 这样的上涨 我们甚至可以不要 但是 等它回调下来的时候呢 等它再次上涨 这个时候 二次上涨 就在这儿 出现上涨 谁先上涨 谁涨得快 那么 谁就是真正的龙头 我们要的 就是这个确定的钱 所以在这儿 像出现现在 市场消息满天飞 这跟不要钱似的 都扎堆出来 组团 抱团 那么不管怎么样 没有市场上 没有一个是天上掉馅饼的事 也就是 没有人会把钱 主动送到咱们的手里 尤其咱们是散民 既然它不送到咱们这儿 咱们甄别这些东西 我们就一定要小心 可千万别像 昨天出现这个 元宇宙 出现了一个 普遍上涨 而且最低的一个上涨 还百分之五点多 结果今天最低的一个跌到 最少跌的 跌的是五点多 对吧 反正正好呢 给大家来了一个 左右爱尔光 那么这个时候呢 咱们就学会 也就是说聪明一点 聪明一点怎么做呢 放投验 也就第一波发射 咱不看 下来之后 你看这不是下来了吗 等下来之后 再启动的时候 谁先启动 而且谁长得快 谁就是新的龙头 或者是说 那么新的热点 假如以元宇宙为代表 那么我们就看 它就是龙头 出来了 干它就没毛病 假如就是 假如它长得不那么太快 换那种长得快的 那就是龙头 这样来讲 这么稳妥 像我呢 昨天我也没去干元宇宙 我也没去干绿能 今天呢 咱们呢 也就是 腾挪空间很大 三层仓位 咱们也没部队 这个热门火 那不就不挺好吗 今天假如它跌下来之后 你看现在 你想买元宇宙 大把呀 低 少的都跌到12点多 10%跌停的 现在是大有人在 这不就好吗 假如咱给这里头找一只 如果说明天或者下午 它再出现快速上涨 你说这个 咱是不是就 胆子大的就吃成诱了 那好 现在说说我的操作 我现在是三层仓位 上午的时候尾盘 我加了一层仓位 加的是什么呢 什么这些热点呢 我一个都没看 就包括啊 今天涨的比较多的 像可燃兵 烟气 油气改革 还是说的 概念上的 就是在这 今天像什么 煤炭钢铁有色 这些大的资源类的顺周期 咱们都没动 因为它们都处在高危 高危的时候呢 咱们没有这个能力 把握它到底还能不能长 没准 你像这种中国神华 长了九个点 没准 它就是最后的狂欢 记住 击鼓传花 最后一棒的事 咱们不要做 仓位小 咱们也不敢干 所以呢 怎么办 咱们现在呢 就是摆那种 就是现在已经出现了 正向调整的 给它考虑几句 也就行了 现在啥是正向调整的呢 以这个为说 看 这不是恒生指数吗 香港 恒生指数 瞧瞧 在这儿 我给大家曾经画过 接住一个画笔啊 画笔 在这儿 股价向下 这不吗 股价向下 下面呢 IBCD向上 就是这儿 正好对应着吗 这就是一个底背离 在这位置 恒生指数 在这位置啊 画圈的位置 出现底背离 于是呢 它开始出现向上 一个反弹 反弹之后 现在在这儿呢 做出一个 反复的 一个回收确认 那么它再次上涨 就这个概率是非常大的 所以今天别看恒生指数 出现了下跌 但是对应的 咱们不能买它呀 买不上 你必须得开港股啊 那么咱们只能做什么呢 做在A股里头 也有港股和恒生的 ETF 跟买股票是一模一样 同时它还是T加零 你感觉到不爽 一会儿你就卖掉 或者是你感觉到 哎呀 它长得很快了 心脏都感觉到有点 感觉到总之 获利空间 你感觉到够了 那么你立马可以卖出 你不用隔夜 因为是T加零嘛 所以在上午的时候 尾盘我构进了一层 一层常位 那么现在呢 我是四层常了 很是不轻 但我感觉到这个位置呢 它有一定的价值 所以我才这么做 好了 喜欢股邦的 点关注 下午的时候 到底它能不能做题 和下午我另外六层常位 到底怎么干 我们在收盘的时候 跟大家讲清楚 朋友们 我们收盘见